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股壇思見 我是市基金的李浩德 在我身邊,是大家很期待的施永青,施老闆 你好 剛剛這個星期,股市都很大變化 星期四,聯儲局剛剛開完會 說加息和縮表的速度會收慢 市場的反應很正面 到星期五,大家開始擔心經濟衰退 利率倒掛,令市場波動比較大 不如我們請施先生和我們簡單分享這段時間的看法 不加息或有機會停止縮表的原因或基礎 是因為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夠快 如果經濟發展速度高於利率,就有加息的空間 經濟發展的速度,只有2%左右 利率已經達到2.25至2.5的水平 當然不能加息 所以你說經濟不太好 其實應該早有跡象提到 我自己覺得,經濟不太好 會影響大陸增量資金 增量資金 即是每年增加出來的新財富 但影響資本市場 或資產市場 股市 很多時是全量資金 已經積累出來的財富 即是每年增長新的財富 其實是 3%多 但積累的財富可能是 GDP的 幾百% 這些積累的財富 如何轉移 配置 對股市影響,我認為更加大 所以之前有些時候 經濟數字不太好 反而股市升 失業率上升 經濟增幅慢 人們覺得,可能不需要加息 反而就 秩序反而升 這次是因為先說了不加息、不再縮表 可能這個消息已經出了在先 現在又說歐洲、美國都經濟會放緩 我自己認為純這個消息 不應該對市場帶來這麼大的衝擊 現在美國的股市、歐洲股市出現比較大的調整 我懷疑可能有其他因素 其他因素包括什麼 例如最近傳出來的 就是中美的談判 出現波折 甚至談不成的機會比較大 因為美國說不會這麼快撤銷關稅 完全撤銷 以前加的那些就不會撤銷 以後未加的那些可能不加 但就不會拔走 不會拔走 但中國說我之前答應那樣 是會撤銷以前加的那些 大家重新自由貿易 美國似乎不會這麼做 所以中國也有聲氣 會收回以前的承諾 包括購買農產品 包括開放某些市場 所以可能這一輪 有一些不利消息 又再無頭 我之前說以後幾年都陸續會出現 但是升了那麼久 可能會有些調整 鞏固一下 我覺得是好事 正常的調整 所以我認為這次是一次調整 多於建頂轉了 以後就實級而下 我這段時間 有時都回內地看到的情況 就是沒有我最初想像中那麼差 因為我擔心中美的磨擦 會影響內地的投資意欲 消費意欲 不是只是貿易影響 而是影響 每一個經濟層面都有影響 影響每一個參與者 如果保守下 不再投資 不再消費 受的影響會比較大 但我上去看到的影響 不是那麼差 另外我亦都看到的情況 就是貿易戰之後 不只向中國受損 日本也說受損 歐洲也說受損 美國當然自己也受損 其實暫時從金融市場看 應該是 日本和歐洲是最中慘 中國和美國打架 其他人一起受害 所以這些美國的盟友 我相信都會放一些聲氣 勸美國 不要在這裡這麼嚴重 我們都受害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次中美談判 即使失敗 美國 即是再加關稅 機會都不高 所以會維持到現有的水平 一路最多談的時間 拖延長一點 都拖延長了一段時間 最近期就說 三月尾 現在又去到四月 談多第八、第九輪 最後才可以再談 談談打打打打 談談 都是常態 是常態 所以我自己覺得 譬如你說 這個時候 你原本想入市 你觀望一下 看看市場回落 才賣 都可以 但你說 不用怕到 什麼都拖延下去 未到這個時候 明白 不如講講本土的話題 3月份 大家看到香港的樓 突然又活躍很多 有些朋友問我們 這段時間 如果看到香港的地產 就升 購買地產股票 或者是房托 是甚麼好的選擇 問問 詩先生 你有沒有意見 給大家 其實 香港人 不知為何 喜歡買實物 多於買 證券化的房地產 權益 如果純粹計算 有些收租股 又有Discount 如果計算回報 都不差 買實際樓 即收息率更高 於放租 放租回報率 一般只有兩厘左右 舊樓 裝修下 可能去到三厘多 普通的新樓買回來 尤其豪宅 只是居舊樓 如果 買收租股 買房托 四、五厘 多一倍 唯一不同 買樓 現在很多都是用家 買層樓是居住的 買層樓只得回報 所以 樓價 因為 受到用的需要的推動 其實是升了 相對高的水平 變了 你 買樓收租 就真的沒有買 地產股收息 那麼好 但為何 不是那麼多人買 因為現在 地產股 PE 都不高 資產值 還有一個 折陽 最主要 相對其他股票 地產股屬於傳統行業 舊經濟 舊經濟 沒有什麼幻想空間 不同 互聯網 未賺錢 可以去到 1000億市值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市場 投資者的偏好 但是因為 一般香港人喜歡買 實物的房地產 所以如果 純粹你想在價格上 有多些收益 如果說過去一段日子 都是購買樓 比 買收租股 收益 但是 如果你說 樓價現在 挺高 手上也 有些樓 我自己覺得 買回收租股 房地產巡陀基金 都是一個值得考慮 因為回報相對 穩定一點 以及擴跌能力 博士跌也會一起跌 但是 不會說 地產的 已經在高位回落 下跌空間會多 所以 地產股 房托股 都是 大家 考慮的 可以考慮一下 OK 今天時間 差不多 如果 各位朋友 有問題 想問施老闆 歡迎 去到以下的網頁 下星期 施老闆 會回答大家的問題